清晨接近六点左右 在台北县的英哥的一间汽车维修工厂传出了火警 因为这里头摆放了许多易燃物 火势很快就窜烧起来 而警销一共出动了八个分队 在二十分钟之内就控制火势 还好没有人受伤 清晨接近六点左右 英哥正发生一起火警 起火的地点是一间汽修工厂 铁皮的屋顶部分已经被烧到完全倒塌 而收车工厂内停放的几辆汽车也已经被火蛇吞噬 因为是汽车维修工厂 里面摆放许多易燃物 不禁的目击者都表示 火势在刚开始窜身的时候不小 但这起火警延烧大约二十分钟 消防局一共调派临近的八个分队 大约六十名消防员 还出动将近二十辆消防车 很快的就控制住火势 虽然整间工厂几乎被焚烧殆尽 但索性目前无人传出伤亡 而起火的原因 警销还要进一步调查 警官